尿毒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卡拉 欢迎观看本期的我们来说生活 尿毒症是很常见的疾病 一旦患上尿毒症 几乎无法痊愈 一辈子都会耗着透析活着 尿毒症患者在平时要注意好饮食 下面这种食物最好是不要吃 容易诱发尿毒症 第一就是羊肉 它的营养价值是丰富的 但是不适合长期的使用 而且它属于高飘量的食物 可能会升高尿酸 增加肾脏的负担 容易导致肾脏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吃羊肉的时候要烘着好量 第二就是盐分过高的食物 正常的摄入盐分 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 如果经常吃高盐的食物 就比如前菜、前鱼等等 盐分摄入的过多 那身体的钠就会增多 给肾脏造成的负担 导致由电解质失衡 体内水分排不出去 对于肾脏健康是不利的 慢慢的就可能会发展着尿毒症等症状 第三就是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中的含糖量高 如果长期大量的使用 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影响到肾脏的新陈代谢 导致垃圾和毒素的堆积 引起患上尿毒症的风险 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不仅如此 如果你已经患上尿毒症 在平时要小吃羊桃 这种水果中还有一种神经毒素 如果肾脏受损是很难排出去的 这样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对于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会大家接受的回答 明天再见 拜拜